嗨 我是沙 大家好 我是玲玲 毕竟中秋節快到了嘛 我要講關於中秋節的故事 來 我先講我自己製造的嫦娥奔月好了 就是呢 有一個人 這是連結後翼社日 好 有個太陽媽媽 他們就是希望母的那些兒子們 然後呢 他們每天輪流出去 由天他們厭返的這個規定 他們呢 決定一起照亮世界 結果他們都沒想到 兩村子燒火了 後翼他就卸下了九個太陽 第十個太陽呢 他就說 請你不要殺我 我一定會遵守規定的 然後呢 後翼他就原諒了那個太陽 他有一天在森林撫裂的時候 看到了一個女生 他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怎麼了 他就說他在森林裡走散嗎 最後後翼和嫦娥他們就成為了夫妻 後翼他因為劍術很厲害 就開了劍術的道館 有很多人來參加 有很多的人來參加 有一天 後翼的英雄 鳳蒙 他很嫉妒後翼 就算他會一個 他會一個絕招嗎 可是 那個鳳蒙也是神射手 只不過他不會那一招 他就很嫉妒說 他會絕招 還有妻子的 還開道館 我什麼都沒有 他就很嫉妒 那有一天 因為西王母生起了 就叫後翼去找他 然後呢 然後呢他 就去 他 就去找了西王母 西王母 吃了他一顆不老藥 其實現在想要考驗人的彈性 後翼就說 哎呀 要是我和 嫦娥 這個藥只有一顆 我和嫦娥不夠吃啊 可是分呢 分一半我們兩個一起吃 哎呀 會不會飛到半空中就上不去啦 唉 唉 於是呢 後翼他就 問了馮王說 哎呀 要只有一顆 我和嫦娥都沒辦法吃 然後呢 我們就說 那你乾脆給別人嗎 然後呢後翼就說 好點子 他就說 你這是我的好兄弟 我決定了 我和 嫦娥都不吃 我給嫦娥保管 有一天 然後 馮萌稱人後裔帶著他們的 學生 去打獵 的時候 馮萌他闖進了嫦娥他們家 然後就要跟嫦娥 拿不老藥 結果嫦娥 沒路逃了 所以他就 直接吞下了 不老藥 成仙 往天 飛去了 廢皮之光賣 跟彈有 我的小鈴鐺 拜拜